第0871章 半身不随移 这里有法阵守护 无法展开虚空 十号精仪 想用虚空大几横度过去 结果发现失败了 空间扭曲 银色符号闪耀 密布在前 那万毒神术下 有可怕阵法发威 阻挡虚空通道开启 那就飞过去 便是有真神 也阻挡不了我们的脚步 打神时颇为霸气地说道 他觉得 这么短的距离 可以纵天上 一冲就能过去 到了那法阵中 就是他的天下了 吃 他第一个行动 结果去得快 逃得也快 回来后心有余悸 那万毒神术在发威 摇落下锐光成千上万道 对于毒虫是圣品 可以滋补神体 但是对于别人来说是恶难 这种毒化成了光 可腐蚀神力 削弱人的道行 打神时虽然坚硬 不可展开 但是也担心自己道行 被毒光所污 最近他要突破了 不想这样涉险 十号尝试 发现唯一动天 应该能坚持到对面 但是却也会被腐蚀得不轻 轻衣反对他这样做 因为接下来还要有一战呢 他需要保持在最巅峰状态 哪怕被腐蚀一点神力 损耗一丝道行都不行 他撑开了清月宴 结果引来万毒神术的窑洞 隆隆作响 这像是惹了大祸 许多毒虫被惊醒 要俯冲过来 果然 这股神术 法阵 还有毒虫 都是保证他安全的重要因素 难怪选择此地 十号清语 他尝试祭出一口神顶 他们藏身当中 想要急速冲过去 结果宝顶被腐蚀 破破烂烂 看来只能用这件东西了 今日正好借此 衡量一下 他有多强 十号以缩地成寸大神通 避开成群的真神级毒虫 取出丹炉 丹炉内里面有闪电 还有诅咒 但自从他修成雷地鼠 已经难以伤他了 十号将轻衣还有打神石 收进乾坤袋 而自己则躲进丹炉内 驾驭他急速而行 如一颗流星般 砸进法阵内 走出来后 他们很吃惊 庆幸有这座丹炉坚固 因为那万毒神术非常可怕 扩散出一道又一道涟漪 居然接近了天神级波动 在其周围密布符号 恐怖无边 这东西有法力 打神石张大了嘴巴 无比吃惊 十号也一阵 这是一株神术 可以入药 对于某些生灵来说 价值连城 他居然还有强大的战力 这很惊人 一般来说 古代神耀等纵然通灵 也无大神通等手段 这东西了不得 难怪真神级的万虫都在朝拜 如面对贡主 他可以号令所有毒虫类强者 轻衣道 一般的人根本不可能突破进来 在途中就要被击杀 他们对着丹炉不惊 仔细看了又看 炉盖扶着一只骨缝 栩栩如生 鲜红透亮 炉身盘着一条真笼 生动而有神韵 这是一件古堡 给自恶魔导仙坟前的河水中 虽然始终不能主动攻伐 但是防御力足够惊人 说不定有神秘来头 轻衣做出判断 他们没有耽搁 抓紧时间闯进法阵深处 像一片小天地进发 入口在万毒神树旁的古镇内 没有比这更安全的地点了 法阵惊人 若非打神时见到过柳神的布置 也根本不可能领着他们进来 不懂得运转的话 绝对等落踏进了死地 小镜曲折 神石铺路 并且栽种各种翠竹 这里很神秘 灵气浓郁的吓人 谁能想到 外界独物密布 蛇虫漫山遍野 而里面像仙境一般 十号探到 他们进入了这片小天地内 踩着错综复杂的路径 避过沙阵 静止来到腹地 各种霞光飞过 白雾缭绕 如同仙家洞府般 十号清晰地记得 才入仙谷时 仙殿传人去选择闭关地 就曾惹出一条天神级蛟龙 一路追杀他 这个地方明显没有蛟龙气息 显然是另一处净土 他不得不探 仙殿果然底蕴深厚 对仙谷的探索很深入 知晓诸多宝地 就在那前方 一口神拳鼓鼓而涌 锐气腾腾 白色灵气弥漫 让这里 变得宛若超脱在人间上 在旁边 紫色灵竹成片 缭绕着白雾 还有一道道神红 贯穿长空 交织在一起 气象绝俗 如同仙人坐观地 紫竹林内 有一块其实 竟有丝丝鲜物 成千上万道霞光 在他附近旋转 景象惊人 隐约间 还有阵阵道鸣声 是他 在那里 居然陷入了 深层次的悟道镜中 十号露出一色 盯着那里 在紫竹林的骑士上 盘坐着一道身影 一动不动 体内传出阵阵道音 他在闭关 参悟大道 对外界无绝 别妄动 这紫竹林 蕴含着莫大的杀鸡 有仙殿的古镇 一旦贸然闯进去 将有可能生死盗销 清一道 十号点头 他自然看出了端倪 那块骑士半丈剑方 成灰褐色 看起很古朴 但是在其外部 缭绕上万道光彩 不跟他接触 此外竟还有丝丝仙气 奇异无比 清一低语 这石头很像是 仙殿的悟道石 聚传共有三块 想不到这传说中的 神圣古物 竟被他带进了仙谷 他们隐在暗中 相距那里很远 不怕惊醒仙殿传人 这东西 我好想要啊 打神石流口水 这块石头 你就别乱打主意了 十号拒绝 这东西绝对是至宝 对于他们 这等想超越前嫌 踏出无上路的人来说 拿什么都不能换 仙谷三千次开启 已是最后这一世 仙殿对这片遗迹 无比渴望 寄托在传人身上 希望他崛起 夺到大造化 带回仙殿 故此 连这种神圣至宝 都赐予了他 带进仙谷 留给他物盗用 可见抱了多么大的期望 这一纪元 自第一片仙道花瓣 绽放开始 到如今三千道则耗尽 都还没有见到 那所谓的终极造化 所有人都推测 必然会于这一世出现 仙殿 自然想得到 故此下了血本 在那骑士附近的紫竹林内 还有很多古书 击成一堆 流动圣光 都是前嫌的感悟笔迹 对它悟到有巨大的作用 除此之外 还有一枚水晶筷 当中封印有丝丝鲜红 而富有神圣光泽的血 这让十号与轻衣都动容 那是鲜血 被它吸收了 这只是残余的 其实上 仙殿传人闭着眸子 像是在折眠 一动不动 但道音不觉 体内有一股赤红的鲜光流转 从手臂到脏腑 不断冲击 洗礼其肉身 隔着很远 都能感觉到 那种仙道气息 用鲜血洗礼躯体 还真是奢侈 寻常人怎能见到鲜血 一滴就会让各焦疯狂 它却拥有一团 若是在外界被人见到 注定会引发道统大战 进行争夺 因为 这是传说中的东西 举世难求一滴 除此之外 那紫竹林内 还有各种神物 如半神药 奇异圣叶等 以及封印在玉瓶中的 璀璨如烈日般的神丹 可有说 神圣之物诸多 任谁看到都要眼红 有不少是从外界的仙殿带进来的 若是得到 绝对是惊人的大造化 十号目光热切 决定争夺到手 破开这法阵 需要多长时间 十号问打神石 虽然与石村的法阵有相通之处 但是也还有其他变化 很难全面瓦解 我们可以闯到中途去 但在前进的话 就需耗费时间研究了 打神石道 显然 这样做的话会惊醒仙殿传人 让他有所准备 那就不要破解了 下他的走火入魔 他与轻衣商量 研究用何种道音 来震杀物道径中的仙殿传人 最后 轻衣将补天教所掌握的龙音术 告诉给了他 自己则准备施斩凤明音 两种神音共振 威力会暴涨 龙音术并不难 只要修为足够 懂得秘法 便可以很顺畅地施展出来 只是消耗的法力甚矩而已 十号琢磨了一会儿 做好了准备 除此之外 他还催动那丹炉 准备释放无穷闪电 攻击那大阵 打神石也布下了攻杀法阵 在旁协助 开始 下一刻 十号与轻衣上前 突然爆发神音 龙音凤鸣 震动天地 比惊雷还胜烈百倍 突然炸响 除此之外 紫竹林大阵 也遭受了攻击 爆发魔音 恐怖绝伦 让这里一下子沸腾了 正处在悟到关键时刻 身心空灵 悟我两望的仙殿传人 如遭雷击 若被诅咒 身体剧烈摇动 扑的一声 喷出一大口 带着银色光芒的血液 除此之外 在他的身体中 那鲜血乱窜 发出刺目的赤霞 透过机体照耀了出来 让他部分血肉 因此而均裂 浑身是血 仙殿传人被外魔干扰 一下子就遭受了重创 险些生死盗销 鲜血 不是那么好融合的 尽管被仙殿谷祖化去了杀气等 但内孕的符文 再没有彻底 被感悟透彻前 依旧不是一个神器 所能完全压制的 啊 仙殿传人半边身子破烂 劈头散发 壮弱厉鬼 惨不忍睹 仰头栽倒在歧石上 对此 十号一点不同情 因为对方数次想杀他 还发出悬赏 称要收他为仆从 更是心性残忍的对手下神 将布下诅咒 当诸 你们 仙殿传人半边身子遭鲜血侵蚀 失去知觉 目自欲裂 眼睁睁地看着两人 充满了愤怒 杀 十号大鹤 向打神石示意 让他破解法阵 阳装很轻松 似乎可以急速破开 果然 前半段路程 他们摧枯拉朽 直接向前扑杀 进入紫竹林深处 快到让人发呆 仙殿传人震惊 心中腾起一股巨异 他现在半边身子破烂 在悟道过程中遭受重创 若是被两人接近 必死无疑 他没有迟疑 忍着剧痛 哗啦一声 收起一堆神物 并且努力想搬走那块悟道 其实结果失败了 传闻 那其实比星辰都重 很难收进宝具中 轻一道 目录一彩 哄 随着他们深入 仙殿传人眼中充满了不甘 还有无尽愤怒 浑身光艳滔天 他还有半边身子能动 最后回头看了一眼 催动法力 忍着痛飞行 撞入不远处的一座传送阵内 开始逃顿 你们等着 两个时辰后 我回来 杀你们全部 这是他的怒吼声 谢谢 留下悟道时 还有浅显感悟等 诸多神圣之物 我无比感谢 十号大笑 哗 传送阵内 有一口血喷出 仙殿传人气到发狂 怒吼着 就此顿走 第0872章 不灭哈哈 紫竹林内传来大笑声 不仅有十号的 还有打神时的 就是轻衣也浅笑 居然这样经走了仙殿传人 回头再见面时 得好好告诉他真相 不然多不厚道啊 打神时说道 嘿嘿嘿 十号怪笑 可以想象 当仙殿传人得惜真相后 那将会是怎样一副表情 法阵未破 他却如惊弓之鸟 先逃走了 丢下悟道时 还有其他神针 这绝对是一种奇耻大辱 估计他当场会吐血 居然被人诃骗 吓得丢下一切而顿走 轻衣美眸泛出光彩 看着两个家伙 名嘴轻笑 难以演出 这一人是一旦太坏了 战斗还未开启 就先让仙殿传人士气低落了 赶紧破阵 两个时辰内能瓦解掉吗 别被他来个回马枪 把东西重新带走 十号催促 好 我来琢磨 打神时静下心来 外界 各教修士一直在关注 因为这一战太重要了 将是荒与仙殿传人的大对决 影响深远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是野仙谷内的奇才争霸 最为激烈的首战 在此前 还没有这个数量级的人 要决一死战 可以说 万众瞩目 所有人都在期待 只是 无论如何 人们也没有想到 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还没有血拼 那一人一旦 就夺下一桩造化 经走了仙殿的天纵人节 这无法想象 一个当时号称无敌的年轻至尊 居然莫名遭受反噬 几乎走火入魔 半边身子都破裂不能动了 各娇修士 一副活见鬼的样子 脸上的表情 要多精彩 有多精彩 这 太出人意料了 无耻 外界 一座古老的青铜仙殿旁观 立着几名老仆人 全都怒目原争 雪白胡须乱抖 他们实在气急 就是那古老的铜殿内 也有人轻微的一声冷哼 带着怒意 这对仙殿来说 是一种莫大的耻辱 不诈伤 落荒而逃 怎能容忍 至尊殿堂的余孽 祖辈都战败了 这一世 还想逆天不成 早晚要被击杀 就在这时 虚空中出现一只龙头恶身的生灵 庞大如山 血气滔天 在这里低声嘶吼 镇的苍鸣嗡嗡颤抖 龙血阻恶 他处理了愤怒 自己的子嗣战死 仙殿传人未能复仇 还重伤而逃 他恨不得扑杀进仙谷 所有人都阵战 这阻恶绝对可以撕裂天神 不过 人们很快又转移目光了 看着那片小天地 都盯着悟到石 看石昊他们能否夺到手中 许多人眼热 那可是至宝 仙殿居然因此而遗失了一款 这不可想象 不是有传言吗 仙殿传人主身与次身合一 将在年轻一代中降无对手 今日 怎么如此狼狈 不这儿逃 有人说道 毫无疑问 这是在赤裸裸地打脸 所有人都一惊 这是何人 敢如此 居然在这里 当着仙殿巨头的面乱语 不怕惹下大祸吗 哈哈 是啊 连屋到石都丢了 坐等那位传人再现时被斩 另有人说风凉话 哼 铜殿中传出重重的一声冷哼 可以看到一道银色的涟漪 急速扩散 向着远空袭去 哼 天际尽头 一个强大的生灵 如同盖世魔神般 与天气高 背负金色羽翼 猛力一阵翅膀 恐怖气息滔天 那冲击过来的涟漪全部溃散 并有一股杀意 弥漫进铜殿那里 所有人都击凌凌打了个冷战 这是什么人 面对仙殿巨头都无惧 敢这般出手 显然 那金色波光也难以进入铜殿内 在外面无声地破灭 化成流光散去 铜殿中的存在深不可测 可施展星空印象 等你真身出来一战 铜殿中传出这样的声音 这一刻 不要说是寻常的神灵 就是各大教主都聚震 先殿巨头的话震撼人心 值得他出手的人 在这上界可不多 但凡出现 绝对是盖带高手 此外 那星空印象四个字 也有一种奇异的魔力 让各大教主惊动 因为没有多少人可以做到 所谓星空印象 是指 即便身在星空的彼岸 也能无视距离 可以将自身映现在这一岸 能持续短暂时间 甚至 在此期间能出手 这种威视 简直无法想象 这是什么人 可以施展星空印象 他在星空那一端 居然 如此显化 针对仙殿的巨头 人们震撼 心中波澜好荡 不灭的生灵 是他 终于 有人认出 若是十号在这里 也一定会认出 正是在下界脱困而出的 不灭生灵 如今再现 仙殿的老家伙 别一老卖老 还有儿等 若是想等荒 出现在外界时加害 等我从无人区归来那一天 一个一个去灭你们 不灭生灵开口 霸气无边 众人震动 很多人知道 他被一些大教 逼进了广袤的禁区内 消失很长时间了 而今 他竟然在那里施展星空印象 我看中的少年 也敢欺负 你们也有门徒 不想绝灭的话 都给我本分一点 不灭生灵补充 在他的身后 还有一个模糊的老者身影 共同屹立在那里 显然都在那无人区中 各教接阵 不灭的生灵 距离他们 也许相隔星空那么远 如今如此印象 霸气无边 这说明 他的修为又增进了 慌 还有这样的后台 这位可是难惹难缠 又难灭的主啊 真是没有想到 有人低语 有点不妙 若是提及下界 还有一株柳树 有人低语 很快 众人闭口了 不再谈论 等你回来 我亲手杀你 仙殿中传来一道声音 源自一味古老的存在 如金钟班镇的虚空 温光而明 谁敢加害我看中的少年 我便对哪一角大开杀简 不灭生灵道 而后 星空印象消失了 很长时间 这里都没有人说话 不少人都心头沉重 感觉到了一股凉意 仙谷 一个小千世界内 仙殿传人满身是血 半边身子破烂 伤势极重 他忍着怒火 让自己静心 默默调息 化解伤势 奇异的声音响起 在其身体中 有一颗又一颗 如赤霞般的血珠子躺出 被他小心翼翼地 承接在一个浴罐内 这是鲜血 举事难求 可让万教为他大动干戈 他悟到时遭受干扰 短时间不能融合了 重新排出体外 小心翼翼地封印在浴罐中 而后 他才开始疗伤 取出一块神级水晶 开启封印 一颗神丹若太阳般 绽放光辉 刺目无比 金光万众 他一口吞了下去 身体发出雷鸣声 所有伤口 都以肉眼看到的速度愈合 再复原 紫竹林内 法阵轰鸣 道文璀璨 一个时辰后 打神石终于开启一条小路 瓦解了一脚骨阵 就此闯了进去 哈哈 悟到时 他怪叫着 冲了上去 就要啃咬 结果 石浩一把捏住了他 这东西 绝不能被糟蹋了 启枪 打神石不服 还是咬了一口 结果火星四溅 这鬼东西还挺硬 不过似乎没有 我需要的神性物质 吃掉的话 多半也不能及他误导了 打神石咕弄 最后妥协 放弃了 真是那块石头 想不到从仙殿 遗落在外界 轻衣惊叹 美眸中泛出惊人的光彩 好重 石浩吃惊 这块石头重得不可思议 难怪传言 他比星辰还沉 若非有金氏法阵布置在这里 一定要早已压到地下去了 石浩取出一个空间法器 尝试收取 结果他缓慢移动 终于进去了 却将那空间葫芦压得碎裂了 就是神机法器 都装不了他 最后 石浩将丹炉取出 一点一点将他收了进去 扑通一声 最近当中的雷电河水中 这次成功了 他越发觉得丹炉神秘了 竟能如此 给我一段时间踏出那一步 然后将物到时 送你去参物 破关 石浩对轻衣说道 两人开始在这里搜刮 竹林还有一些古书 都是前贤的感悟 仙殿传人没有来得及收走 此外还有其他神针 洒落在这里 全被他们带走了 等他回来吗 打神石道 没有必要 留他在这里独自抓狂一段时间吧 我们去外面等他 石浩说道 好 让他自己反省一下 打神石大笑 就这样 他们离开了 重回青灵界 老板 我的洪焖金翅大鹏好了吗 石浩在八阵楼外喊道 所有人文言都变色 这位魔王又回来了 难道他成功击杀了仙殿传人 嗨 美好 老板有点结巴了 无比紧张 道 这种天阶生灵 需要慢慢熬煮一段时间 才能洪焖 好 继续 等我这场战斗结束 希望能知道金翅大鹏 石浩说道 而后 他看向其他人 仙殿那家伙 估计快出现了 有认识的吗 给他带个口信 让他过来受死 紫竹灵 仙殿传人出现了 看着满地狼藉 悟到时丢失 他脸色阴沉 忍不住一声长笑 满头发丝乱舞 滔天神光焰冲起 不久后 他来到了光明城 独自站在城头 大吼道 慌 可赶出来与我一站 今日斩你头颅 这一声惊天动地的大喊 震动光明界 慌 滚出来 想要不死 我可以收你为仆从 仙殿传人长笑 大人 有消息传来 他在清灵界 许久后 才有人敢接近 向他小声禀告 哄 仙殿传人纵天而去 从这里消失 哗 那命来 不久后 他出现在清灵界 十号迎上高天 啊 你终于来了 等你多时了 本体是人形的吗 不是的话 跟金吃大鹏一块红慢 第0873章 至尊血复苏 附近 所有修士文言都是一呆 这个少年莫王 在生死大对绝前 居然说出这样一句话 让所有人都恶然 你那命来吧 仙殿传人大鹤 手持一杆大几 轮动开来 怯烈虚空 杀到境前 当 十号同时举起相迎 跟他硬汗 撞在一起 声音刺耳 长空激荡 黑色大裂缝 蔓延向四方 住手 请听我一言 打神石一声霸气的大吼 化成一道流光 冲上了天际 所有人都被他吸引 就是仙殿传人也不例外 脸上带着无尽的沙翼 目光如冰冷的刀锋 在那里凝视 咦 你也开启五道天眼了 打神石看着仙殿传人 乖叫道 难怪 你的实胆真多 谢谢你 我们抄了你的一处暗潮 荒野加速开启了天眼 多猛资助 附近 众多修士心头大振 不少人都知道 实胆是什么 居然有这样的大造化出世 一刹那 仙殿传人满头发丝扬起 战气澎湃 他看到了十号瞳孔中的神秘符号 那是五道天眼开启的象征 有的人天眼开启在眉心 有的人在双目 并不相同 但是 特征是一样的 都由符文凝聚而成 一以生辉 你成功激怒了我 仙殿传人浑身浮光澎湃 杀气更胜了 算了 你就别提 他如惊弓之鸟逃走的事了 平白留下一块骑士给我们 十号说道 挥了挥手 让打神使退下 啊 仙殿传人发狂 满头发丝根斗燃烧起来了一般 战意攀升到顶点 杀 这一瞬间 他化成了九头鸟 探出九颗头颅 全都在喷土乌光 黑色羽翼铺天盖地 展翅而来 这种气息暴虐无比 充斥着一股滔天杀鸡 哄 十号长笑 一瞬间 化成了三头六臂 动用了朱燕异族的大神通 迎了上去 动 这是一场大碰撞 双方全力出手 如同两个与天气高的盖世神魔 在争锋 震荡群山 山林寝客间暴碎 还好 他们在天空中激战 不然还会造成更加可怕的破坏 九头不死山 仙殿传人低语 浑身乌光大盛 一瞬间冲出漫天符文 九颗头颅迎送真经 加持几身 分化出九大魔神 十号并不变色 一声轻斥 喝道 雷动九天 一瞬间 四方云朵涌来 通天动地 他在勾动天地间的雷电 牵引雷霆大劫 咔嚓 雷电如海 无差别攻击 九大魔神无法躲避 全被笼罩在当中 只有那本体 可借助那大击展开虚空避果 故此 九大神魔都散掉了 嗡 久灭不死再现 仙殿传人大赫 那溃散的魔神 居然又出现了 进行重组 嗯 别告诉我 你的本体是不死九头鸟 十号亚然 刷的一声 他向前冲去 掌指如玉 凝聚奇异符文 上苍结光爆发 无边无际 冲向那前方 全部袭向其本体 与此同时 十号开启了法力免疫这种神能 攻杀仙殿传人 瞬息而已 九大部死神再次消失 因为他们是由符文构建而成的 在十号的这种能力溃散了 碰 两人撞击 全权相撞 掌掌交击 硬拼到底 碰 仙殿传人咳了一口血 倒退出去 因为这不仅是肉身的碰撞 对方对他的符文免疫 可是对方的上苍结光却有效 这一次交锋 仙殿传人吃了大亏 四野 众多生灵变色 号称主刺身融合皈依 将要无敌的仙殿传人 居然渴血了 那荒到底有多么强 十号精益 对方融合后 的确很强 若非他在三千青石路收获巨大 目前已经达到一个极境 多半真会出问题 显然 两者都只差修出仙气了 目前都走到了一个绝颠 多避人县 仙殿传人急速而行 等到十号的奇异能力消退后 他向前攻击而来 不仅有九颗头颅 还多了几条手臂 这些手臂都在结印 演化人仙映 那是当时禁忌宝术 为仙殿阵交绝学 显然 他打出了真怒 想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击杀十号 动用了最恐怖的手段 九颗头颅发光 多条手臂结印 几尊巨大的人仙 在其面前形成 恐怖无比 仿佛可以镇压世间一切 哇 十号一阵躯体 三头六臂暴涨 并且昆蓬赤浮现 这次共出现三对巨大的羽翼 一起向前轰杀而去 而他六条手臂也在发光 掌心喷薄符纹 演化上仓之手 这种宝术以前有残缺 但随着时间推移 逐渐能凝聚出一只神秘的手掌 不过还很是有点模糊 只是这一次 十号还动用了雷电术 与之配合 他叠加两种宝术 全力出击 动 这次的碰撞太激烈了 昆蓬赤裂天 人先印阵杀世间 雷电滔滔 九头不死鸟身长鸣 这个地方沸腾了 符纹漫天 碰 两人都横飞了出去 口鼻端都有斜躺落 远方 鸦雀无声 没有人敢多说什么 这两人太强了 轻一露出一缕优色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十号有多么的超凡 结果依旧没有能镇压住 仙殿传人 主刺身融合后 果然逆天了 他相信 若非十号 换作他人 刚才注定战死了 行神俱灭 至于外界 各教修士就不那样想了 他们觉得 仙殿主刺身融合 应该横推这一世的 所有人杰才对 不曾想 依旧有敌 荒可以挡住他 仙殿传人已经冷静了下来 从被打神石的刺激中行转 他以为当时无敌了 不曾想荒 居然这么的强大 他融合主刺身后 依旧不能震杀 他的毛子如阴笋般 犀利若冷电 符纹闪耀 他无比镇定 寻找十号的破绽 要一举格杀 另一边 十号也如此 寻对方的弱点 背后昆蓬赤遮天 巨大无比 杀 两人大喝 再次冲向一起 仙殿传人的背后 出现赤霞 真黄赤浮现 仙亮的羽毛宛若 一柄又一柄仙剑 铿锵而鸣 响声大作 这是一种大神通 虽然不是完整的真黄宝树 但也算是最顶级的散手了 而且 他的手还在结印 施展仙王九风 在虚空中开启牢笼 要镇压十号 漫天光彩 无尽道则 这天地间古树成片 汪洋连绵 都是雷电所化 并且 十号也在演化昆蓬法 从雷海中腾起 由昆而蓬 这种变化 无比惊人 这是宝树的融合 哄 双方巨阵 激烈交手 最后各自再次倒退了出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们已经代表了 目前的几道巅峰 都差最后一步迈出去 此时难分高下 即便同列绝巅 都差那最后一步 潜能也是有大有小的 你内命来吧 仙殿传人大喝 这一刻 他的躯体熊熊燃烧 每一寸血肉 都在释放光芒 这是全面开启了 身体潜能的体现 要进行最后的绝杀 他相当地自信 因为主次身分开修行 是在各自积淀 开启身体宝藏 他已经积累了 无尽的神秘潜能 十号无惧 他也全部释放 神能无穷 恐怖滔天 每一寸机体都在发光 整个人如同一个 大火炉子似的 嗯 忽然 十号觉得 全身都有点异样 血肉内发出特别的光泽 有海啸的声音 发出 他惊异 这种感觉很奇妙 似曾相识 墨地 他想起了 荡日度过天节 陷入折眠时的感觉 就是如此 这是至尊血吗 他看到了一丝丝 一缕缕发光的血 藏在各部位 放出璀璨光辉 勾连全身 与此同时 上仓之手的完整符文 被他看到了 一刹那 他感悟极深 果然 他心头震动 当时他就觉得 身体宝藏似乎在开启 原来如此 奇异的至尊血液又出现了 只不过密布在各处 很细微 但是却真实存在 直到这一刻 他全面开启潜能 至尊血液才复活 真正在现出来 告诉你也无妨 我虽然还没有凝聚出一道仙气 但是却却出现了 丝丝阴晕仙物 你内命来吧 仙殿传人大吼 俯冲而来 想要让这种物丝出现 他需要燃烧无尽的潜能 消耗巨大无比 十号依旧镇定 体位至尊血复活后的力量 他一声长笑 这一次上苍之手完整再现 并且与轮回符文 凝结在一切 完美无瑕 出现仙道物丝 杀的就是你 十号冷声道 哄 一瞬间血气如海 他如一个开天辟地的巨人复生 矗立人间 可上击九天 下阵九幽 盖世绝伦 事实上 他的身影并没有拔高 但是却给人这种感觉 像是可以镇压世间一切 至尊血在他体内呼啸 如同汪洋般 发出轰鸣声 隆隆而响 在其四肢百骸间冲击 上苍之手与轮回符文凝结在一起后 不知道强剩了多少 十号大步向前 一掌拍出 天地聚颤抖 碰 仙殿传人的宝树溃散 被击穿了 并且仙道物丝 也被十号阵地崩开 消失于虚空中 碰 仙殿传人横飞了起来 整个人口喷鲜血 骨头也不知道断了多少根 怎么可能 我双身同修 潜力无穷 为何会如此 仙殿传人咆哮 仰天嘶吼 十号体内至尊血越发璀璨了 两种天生的符文凝结在一起 不断蜕变 恐怖绝伦 他随手一挥 咚得一声 仙殿传人半边身子几乎烂掉 再次横飞 他简直像是一个无敌的战线 第0874章 仙殿之伤 清灵界 一个生机勃勃的小千事件 我不敢 仙殿传人倒退 身体在老化 在瓦解 十号那一掌的力道太重了 且蕴含两种至尊术 上仓之手 让他的肉身军裂 轮回符文 则让他衰败 起初 人们还以为他只是半边身子破烂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 让他们寒毛嗖嗖地炸立起来 仙殿传人机体老化 血肉像是裂开的瓷器般 一块一块地向下坠落 就连血都是黑色的 缺少光泽 另一边 荒从容不破 黑发垂到妖际 眸光如神红 肉身上至尊符文流转 若魔主将士 屁逆人间 啊 仙殿传人嘶吼 大半个身子都裂开了 肉身被毁得不成样子 丧失了生机 久灭不死 当摔轮回符文消退时 他一声大吼 体内绽放乌光 背后出现一对巨大的黑色的翅膀 不断扇动 哄 乌光蔽日 神秘符文蔓延 将他笼罩 让那肉身快速重组 真是九头不死鸟 传说有九条命 十号亚义 静静地看着 没有阻止 咻 仙殿传人竟恢复了过来 肉身发光 完好无缺 他背后的双翅一阵 漫天黑色的羽毛 如神剑般飞出 十号站在原地 都没有躲闪 撑开唯一洞天 形成璀璨光幕 守护己身 噗噗声不绝于耳 所有黑色淋雨 都积在洞天上 虽然比神剑还锋锐 能射塌成片的巨山 但是此时却寸寸断裂 不能前进 在唯一洞天外 在十号的脚下 出现一地的断雨 喷薄乌光 拥有强大的神力波动 你自己拔毛 准备就绪 一会儿等着熬顿吗 十号问道 仙殿传人怒发冲冠 一声大吼 远方的山峰 一座接着一座的军裂 一座接着一座的倒塌 其威势可想而知 他主刺身融合归一 原本以为会当事无敌 怎能料到再次败了 还这么的惨 你便是有九条命 我也照样杀得干净 十号向前走去 他现在有种无敌信念 至尊血复苏后 前所未有的强大 死过来 仙殿传人风魔了 披上仙羽战甲 浑身光辉灿灿 若大片洁白的羽毛 在其周围飘舞 是 他燃烧几身 尽情地释放身体潜能 再次凝聚出点点仙道物丝 弥漫开来 形成恐怖威压 十号睁开五道天眼 仔细观察 认真比较 他发现 这物丝的雀远 不能与真正的仙气相比 曾在凶巢见到过那个神秘人 一缕气遮天地 连天机都仿佛能蒙蔽 至强无敌 若是既止于此 你就可以上路了 十号说道 不想多当个时间了 这样的话语一出 四方寂静 所有人都心头震动 从开战到现在 人们心中泛起了滔天大浪 震撼无比 仙殿传人何其绝艳 被视为这一代最强的几个生灵之一 压得三千周的天才透不过气来 今日却一败再败 杀 仙殿传人冲来 仙羽战一发光 若举霞飞升般 光雨洒落 让他修炼出来的仙道物丝 都仿佛粗壮了起来 终究不是真正的仙气 你迈不出那一步 受死 十号大鹤 探出大手 遮拢天地 向前震杀 死的是你 仙殿传人目光内符文交织 天眼大睁 他的仙羽战一解体 向着四面八方冲击 战一居然碎掉了 崩向八方 与此同时 刺目地绿光冲销 如海浪般扩散 席卷四面八方 特别是十号那个方向 更是绿的让人心计 啊 天际 有人惨叫 被绿光扫中 肉身衰败 被磨灭了生机 所有人都快速躲避 如臂蛇蟹 这是什么 一些人没有立刻死去 却难以支撑了 瞬间虚弱 无力抗衡 十号脸色当即就沉了下来 一声长啸 满头黑发如龙蛇般病起 舞动了起来 毛子要多寒冷 有多寒冷 他的手掌发光 掌心符文显化 镇压向前 铿锵作响 那绿光被上苍之手挡在外面 显化出真实样子 居然是一块又一块绿铜锈 绿得让人心颤 这是仙殿的诅咒 这种铜锈 据说是仙殿至宝 青铜仙殿脱落下来的 经过秘法炼制 一旦射入躯体内 便难以摆脱 直至痛苦而亡 青铜仙殿 号称上界最强至宝之一 十号在下界时 就是因为一块绿铜锈而亡 失去至尊骨 埋于黄土下 苦苦挣扎一年多才复苏 今日 再次见到这种诅咒 他怎能不怒 只是今非昔比 如今的十号已经成神 面对仙殿传人 从容而镇定 霸气出手 漫天绿光击射 全被十号震散 不能临近崎岖 无法射入他的身体中 仙殿传人 眸子开合 口颂真睛 躯体缭绕仙光 并且在一手结印 施展诅咒的本源力量 进行加持 杀 他一声轻斥 无尽绿光凝聚 其中有一块绿铜锈很大 如剑芒般风锐 他足有八掌长 飞向十号 这是经过 咒岩与法应加持的诅咒 击穿了虚空 异常射人 嗡 十号的唯一动天摇动 那绿铜锈逼了进来 直达肉身近前 都快挨着他的肌肤了 碰 十号探出两根手指 就此加注 捏断绿铜锈 表演结束了吗 还有什么手段 尽可以施展 十号说道 话语平静 但正是这样的话语 却让仙殿传人一个亮呛 面色发白 躯体剧烈摇动 像是遭受了重重一击 他的自信遭创 人们不敢乱语 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所有人都知道 将要有天大的事情发生了 仙殿传人败了 多半要再次运落 哼 十号体内的至尊血液 如海啸般发出轰鸣声 在四肢百骸间冲击 让他强盛到了顶点 激烈交锋 血雨渐起 仙殿传人再次被击杀 残体横飞 若是一般的人 已生死盗销 然而 他的肉身却一片模糊 血肉重聚 再次组合在一起 居然又一次复活了 九头鸟 九命不死身 所有人都已确定 他拥有这种远古的血脉 并且成功激活了 也好 杀你九次 让你更好地明白 生死间的距离 十号说道 此时 至尊血发光 他的身体被萌萌锐气笼罩 越发地高大朦胧了 如同盖世魔王般 连番激战 仙殿传人血染青灵界 虽然几次复活 但却已游进灯窟 每次复活 都是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 不可能只凭一种血脉 就能不死 总是再生 让你也尝一尝诅咒的滋味 十号将一片绿铜锈 积入他的躯体中 啊 仙殿传人惨叫 通体发出绿光 神色吓人 所有神圣的气息都消失了 变得很猙獰 噗 最终 他又一次兵解 身体再伤 看来 九命只是理论上的 你最多只有五命 十号道 当他的最后一击落下时 仙殿传人怒吼 竭尽所能抗衡 但终究是无力回天 被击毙在当场 浮尸余地 这一次 他没有能复活 就此生死盗消 清灵界寂静 所有人都站立 不可一世 号称三千州最强几大年轻至尊之一的 仙殿传人 就这么被击杀了 寂静过后 人们终于回过神来 一下子沸腾了 这绝对是震惊仙谷的大事件 如一股狂澜 要席卷个小千事件 这也是进入古地以来 最为引人关注的一战 仙殿的传人死掉了 被强势震杀 荒胜出了 终结了无敌的仙殿传人 魔王无敌 仙殿的年轻至尊 不是对手 此地宣丑 一片嘈杂 十号擦去嘴角的血 这是至尊血 还没有复苏前 对绝食所负的伤 这是什么种族 人形的 流淌带着荧光的血液 十号盯着那尸体 血液虽然鲜红 但也有点点荧光 毫无疑问 仙殿传人 拥有九头鸟的血脉 也还有另一种血统 是一个极其强横的人形生灵 十号收取战利品 在仙殿传人的身上 有不少神物 最重要的是 他发现一个浴罐 封印有一团红如玉髓的血 那是 仙殿 是 突然 在十号收取仙血罐时 一道血目的剑光出现 透过虚空 刺向他的后脑 绝世风锐 他移形换位 快到绝颠 动作迅急地 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只留下一道残影 这是一柄滴血的神剑 杀意弥漫 像是斩杀过千万生灵 让人寒毛利器 可是不过刹那间 滴血神剑暗淡 没入模糊的虚空中 一击不中 那个人要顿走 天国的人 我没有去杀你们 反倒来对付我了 十号目光转冷 在他的手中 出现一杆虚空战机 吃 他切开虚空 脉步就追了进去 哄 下一刻 这片虚空不断塌陷 见光霍霍 大击雪亮 不时从空间大裂缝中 透发出 噗 一声轻响 鲜血蹦剑 一颗头颅 从虚空中滚落出来 坠落在地 此外还有一柄折断的 滴血神剑 十号迈步走出 如大摩天神般 手持大几 雪亮几刃上 粘着血迹 威势绝伦 还有 哪里走 十号的神爵 异常敏锐 手持大几 向一个方向劈去 一道身影出现 狼狈而顿 逃向远方 吃 突然 前方向剑气茫茫 带着混沌物丝 无比射人 将天国的神级高手 挡了过来 一个小胖子人畜无害 肉身居然可发混沌剑气 在那里腼腆一笑 正是曹雨声 柜子手 别跑了 回去 此外 还有个小姑娘 像是个陶瓷娃娃 雪白的长发 红红的大眼睛 一声轻斥 在另一个方位 阻住了天国的高手 她也是熟人 是太阴玉兔 一只雪白的小兔子 天国的神级高手 脸色灰暗 根本走不了 因为另一个方向 还有一个浑身笼罩 青色月光的绝带丽人 向这边逼来 事实上 她知道 就是只有一个荒 若是追击 她也无法走脱 是你自己抹脖子 还是我送你上路 十号平淡地问道 平日间 谁敢得罪天国 谁敢这样蔑视 神级杀手 可现在她这样说 所有人却都不觉得突兀 因为她有种威严 噗 天国神级高手 居然真的自斩 横尸地上 异常的果断 十号看向小兔子 曹雨生 还有青衣 而后望向天际尽头的八真楼 喊道 老板 鸿闷金翅大棚好了没有 已经 鸿闷好了 八真楼的老板身子一抖 声音发颤 赶忙回应 那就好 我要请客 再想办法弄几摊圣酒 十号大笑 在鸿闷金翅大棚的这段时间内 她强势出击 斩了仙殿传人 震动青灵界 太好了 有大棚肉可以吃 还能喝圣酒 好幸福的感觉 小胖子 嘿嘿直笑 可是 我不吃荤啊 小兔子红饱石般的大眼睛 咕噜噜地转动 说不出的灵动 这样咕噜到 每次你喝醉后 都争着抢着吃 似乎数你吃得最多 十号阶段 胡说 我不吃肉 小兔子瞪着大眼 一脚踹出 碰 十号躲开 可是远方一座大山直接轰塌 这是赫赫有名的兔子登腿 十号大笑 走了过去 用力揉了揉了小姑娘的头 将她雪白光亮的发丝 弄得一团糟糕 我跟你拼了 小兔子大叫 第0875章 同路人 小兔子张牙舞爪 满头银色长发 光亮如绸缎 随着飘舞 大眼灵动 看起来清新而绝俗 十号直接从仙殿传人的身上 摸出一株圣药 塞进她的手里 一瞬间 她就止步了 不再拼命 吭斥 小姑娘像啃白菜似的 将一颗流光溢彩 紫盈盈的老药咬下一劫 立刻没开眼笑了 太奢侈了 许多人见到这一幕都富匪 有这样遭她圣药的吗 直接就开啃 都不带恋话的 当成了食物 走 请你们去吃大棚肉 十号一挥手 在前带路 当然 临去前将仙殿传人的肉身 一把火烧了个干净 免得出现什么缓魂的意外 这里激起轩然大波 仙殿的年轻大人 就此而伤 行神俱灭 号称可以横推三千周的奇才 就这么毙命了 外界 同样难以平静 引发的波澜更大 仙殿 这一道筒何等的超然 人数虽少 不算蒲丛等 从来不超过五 但是却凌驾在诸多大脚之上 尤其是他们的老殿主 在上界有几人可敌 这一门派 俯视各大传承 与传说中的仙有关 更是将镇谷朔经的 至尊殿堂葬调 正是这样一个古教 他们的传人被击杀于仙谷 各种保命手段都无用 毫无悬念地死去 而且是被连斩了五次 这是何等的惊人 那座古铜殿 悬在虚空中 混沌气环绕 寂静无声 但是周围的仆丛都已经站立 感受了一股如火山喷涌般的 怒意与杀鸡 地冲 就这样逝去了 当年为你起下这个名字 希望你能为地 冲破九天 不曾想去 这么早就陨落了 青铜殿中 更有一股杀意 瞬息席卷大地 群山万鹤都在隆隆摇动 死了 仙殿传人地冲就这样死了 被荒击杀 震惊外界 荒 一下子成为所有人口中议论的焦点 谁都没有想到 融合主刺身的仙殿传承者 会这样败亡 被杀了五次 这是大败 更是一种耻辱 对于仙殿来说 没有一点光彩 有损这一号称 无敌道统的威名 真是不可想象 荒来自下界 崛起于大荒 这么快就能立敌上界最强大的天才了 也许将来可与古代怪胎争凶 人们叹道 重新凝视这个年轻强者 对他有了全新的认识 因为这个人突飞猛进 比想象的还要强 这下热闹了 当仙谷打开 天才回归后 肯定会因为花引发大波澜 很快 这里宣废 所有人都为这一战而今 与他们想象的不一样 议论纷纷 仙谷 清零剑 桃花盛开 落荫缤纷 花瓣片片晶莹 在这里没有喧嚣 也无血战 有股出世的眉宇宁静 有口福了 真是鸿焖的金翅大棚 曹宇生直搓手 一张小胖脸 笑开了花 在一张玉石桌上 那头金翅大棚 被摆在银盘中 金光与银灰交香灰映 灿烂无比 更有诱人的肉香 显然 那银色的盘子是空间宝具 不然何以放在下一头巨大的棚鸟 不得不说 八真楼很讲究 各种餐具都是法器做成的 棚肉不仅鸿焖了大半只 还烤了小半只 翅膀被烤得金黄油亮 油脂落在下方的宝炉内 痴痴作响 显然 那炉子也是宝具 不然根本烤不出神情肉 也承载不住小半只棚鸟 小兔子盯着烤得金黄油亮 而香气扑鼻的棚翅 使劲咽口水 嘴里却说着 我不吃荤 我吃素 嘿嘿嘿 十号与小胖子都笑了 在银盘的周围 还有各种青铜盘 放着各种食物 多味走兽 猛禽 灵药肉等 当然同大鹏相比 这些就算是小菜了 除此之外 还与几坛圣酒 拍开神秘封印的刹那 一股浓郁的芬芳一下子样开 遍及整座酒楼 让外面的桃园都有了酒香 不久前 十号只买到了一壶 这一次 老板直接就将镇店的几坛都搬出来了 因为这一战 可是将他下得不轻 连仙殿传人都杀了五次 这位魔王绝对惹不起 生怕他在这里发威 将所有人都主书吃掉 比如同宁川铃身交手 比如经过凶巢活着回来 当然对于众人来说 最可怕的还是 他在银墨山一日间 吃了七八名初代 这实在吓住了一群生灵 但凡本体不是人形的 全都远远地绕着他走 生怕被这个魔王给盯上 开动 十号笑道 咕咚咕咚 在十号 轻衣 小胖子撕下金灿灿的棚肉时 旁边的小兔子 开始大口喝酒 一瞬间 小脸就红扑扑了 小妹妹 这里有素食 不用光喝酒 轻衣笑道 只向其他小菜 十号哈哈大笑 道 他可不喜欢吃素 而是准备将自己喝醉掉 掩耳盗铃 抢金吃大鹏肉 嘿嘿 小胖子也笑了起来 因为这种情况 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胡说 我不吃婚 我吃素 小兔子恼羞成怒 红红地大眼瞪得滚圆 愤愤地驳斥他们 当然 他一生气 喝的酒更多了 小半滩剩酒 就这么地消失了 这让十号还有小胖子 心疼得不得了 片刻后 强大的圣药酒浸上来了 小兔子的脸蛋红扑扑 大眼迷离 而后开始张牙舞爪 争抢金吃大鹏肉 轻衣目瞪口呆 见到雪白小兔这个样子 终于有所了解 果然 在这里谁都没他吃得凶 小脸上满是游记 吃得不亦乐乎 什么吃素 他嚷嚷着 见鬼去吧 当然 当他清醒后 可以预料 打死都不会承认这些的 八真楼上 其他人看得无语 那可是金吃大鹏啊 就这么成了一盘菜 还被一只漂亮粉嫩的小丫头狂吃 我恨你们 打神石落在一个银碗里 当当撞个不停 看着他们大块躲移 他愤愤不已 自己取出几块石头 咔嚓咔嚓咬咬个不停 几人边吃边聊 谈了各自在仙谷的一些经历 当然旁边还有个小兔子 在打醉拳 凑热闹 我要去闭关 修出仙气 必须要迈出那一步 十号说道 双目有神 坚定自己的信念 连天国的猎杀者都冒出来了 情况不太妙 这群冷血的生灵 一般来说 没有报酬是不会出手的 我想多半有人盯上了你 请他们出击 轻一道 没错 小兔子醉醺醺的点头 要不我们一起闭关 有个照应 小胖子说道 我那个地方有点特别 可能不适合你们 十号道 我在哪里都一样 因为 最近一直在研究 怎么在血肉骨骼 以及魂魄上壳杀阵 曹宇生说道 每一个人的路都不同 这家伙敢这么做 胆子很大 都知道他掌握有第三杀阵 可发混沌剑气 这就是你的路 十号道 这只是基础 我要采集地之气 天之精 滋养倒胎 孕育有生命的大阵 这是第二步 接下来就复杂了 小胖子自信满满 我的道 是采集各种灵药 每样吃一种 品味万草精华 凝聚成自然神体 小兔子打着酒鸽 咕弄道 苗上了十号 知道他身上有许多老药 他也不一定要吃下去 只是借此 感悟生命自然之道 至于轻衣 比较特殊 那轮轻月不曾离去 有奇异传承 那就一起走吧 十号道 相互照应 若有人来犯 可以援手 谨慎一些 不要被人尾随 他们离开了 要去闭关 啊 你就在这里闭关 几人惊讶 居然是最初始的路 在这三千条青石路间 当明白十号 走了怎样的路后 他们都惊议 小兔子咕弄道 怪不得你喜欢吃烤棚吃 原来平常没事 就一个人躲在这里烧烤自己啊 动 十号直接对着他脑门敲了一击 疼得呲牙咧嘴 眼泪差点落出来 向前扑杀 我这次闭关很危险 我上次遇到两次不祥了 如今再次闭关的话 估计又会引来莫名的东西 你们得跟我隔开一段距离 十号郑重告诫 这次我设下法阵 将他捉住 看一看到底是什么东西 打神识道 曹宇生 小兔子 轻衣闻言 竟一致点头 表示同意 他们也想弄清楚怎么回事 胆大包天 想一起情下所谓的不祥 十号一声叹息 只有亲身经历过才知道 那种东西多么可怕 上次他闲死还生 我不是在说笑 你们不要参与了 不然的话 可能会引火烧身 他劝阻道 那一步 我们也想走 早晚会遇上 现在齐心合力 将那东西活捉一支研究透彻 将来有大用 曹宇生道 他表示 可以用他的杀阵围剿 那是上届第三杀阵 诞生于混沌中 绝对足以阵势 没错 赶紧布置 我们强强联手 一定要活捉一头 看我怎么收拾它 小兔子叫让 根本无惧 十号无言 他们几个认真了 居然要这样做 好 那就是一事 能否抓到一只古怪的东西 我也希望弄清楚 它到底什么来头 有怎样的诡异 最后 十号点头答应了 跟他们开始着手布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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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